各位大家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咱们聊点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啊 中国古代的几位啊 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家 他们呢在历史上一直争议非常大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网友啊 咱们讨论一下 看对这几位政治家咱们怎么评价 那么呢说起来呀 这几位政治家呀 宫大还是过大 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我想啊通过咱们今天这个讨论啊 我想从网友都获得一些意见 是吧 我们首先谈谈那个管仲 这管仲啊 何许人也大家知道 春秋时代 齐国伟大的政治家 说起来 说到管仲啊 我还简单聊聊这个孔子 这个孔子啊 他讲治国呀 很有意思 我们一般想的孔子 是个道德先生吗 很运辅啊 是不是 但是孔子讲治国啊 他的思想真的不运辅 因为讲治国 他讲了重要的四个字 哪四个字各位啊 他说复制教制 啥意思各位啊 好 谢谢网友 网友 踊跃的上来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复制教制 什么意思各位 意思就是治理国家 首先应该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权 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然后才能有可能 有资格 对他们进行教化 你看 叫复制教制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这个复制教制啊 是复在前 教在后 叫先复后教 这个先复后教是非常重要 各位啊 非常重要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都重要呢 各位啊 绝对不用颠倒这个次序啊 为什么 颠倒了就很容易造成 你道德的名义吃人 宋代理学家 陈宜有句话 大家一定知道 宋代有名的理学家 叫饿死是极小 尸节是极大 咱们一般民间流传 叫饿死是小 尸节是大 这话是陈宜讲的 但原来讲的更严厉 有两个极字 叫饿死是极小 是尸节是极大 各位 那么 什么叫尸节 各位 什么叫尸节 上古社会的礼仪要求 已婚妇女 如果丈夫死了 他不应该改嫁 改嫁就是尸节 但这种礼仪 后来逐渐被抛弃了 到了唐代 这种礼仪善母就有 善母就有 但到了唐代啊 就被抛弃了 唐代思想非常解放了 离婚利比 精神多高 说起来各位啊 是五嫂小姑子 小姨子乱来的事 很多很多 唐代思想的财人 大家知道 是吧 财人呢 编织那里小秘 居然成了自己的儿媳妇 还串了唐的天下 谁啊 大家知道 大名领领的武则帖 好 谢谢 我看看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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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你看 那个时代很解放 根本不讲什么 什么什么的 结不结的了 是不是 各位 改嫁根本不是问题的 但到了宋代各位 到了宋代啊 成一阵的理学家 又捡起了上股礼仪 对妇女提出片面要求 我们知道啊 古代社会自然经济 是吧 男主外 女主内 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来源 如果人家丈夫不幸早逝 那孩子又小 那他的妻子如果不在家 怎么活呀 大家想一想 怎么活 怎么活呀 你看这成一他们的理学家 怎么说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活不要紧啊 不能活你就饿死 您肯饿死也不能失劫 你看 这就是啊 饿死失劫小 失劫失劫大 典型的吃人道德 吃人道德 我们曾经有个时代嘛 有个口号嘛 您要生什么草 不要生什么苗 也是同样的逻辑 但是各位 其实上古社会 古人啊 很多政家不这样讲 孔子就不这样讲 孔子正果是道德先生 我说了 是吧 所以道德先生 非常有名 甚至很迂腐 但是他谈到治国 他不这样迂腐 事关大众生存 孔子这种 首先伸张大众的生存权 把大众的扶植 放在第一位 你看 所以我这里要澄清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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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典型的案例 就我们今天要讲的 一个重要的政治家 谁啊 就他对春秋时期 齐国有个著名 政治家管仲的评价 管仲刚才我讲了 是吧 齐国政治家 当了齐桓公的宰相 就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的宰相 管仲人说起来很复杂 说起来各位啊 我们为了更好理解 这位政治家的共和国 理解孔子对他的评价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管仲的背景 管仲的背景 这管仲啊 原来是啊 齐国贵族 公子鸠的师父 公子鸠的师父 这公子什么意思各位啊 公子是春秋战国时代 对国君 也就是诸侯的这个兄弟的称呼 叫公子 那么这位公子单名一个鸠 全称公子鸠 公子鸠呢 他还有师父叫少乎 两个师父 一个少乎 一个管仲 那么呢 这位公子鸠啊 还有位兄弟叫公子小白 这哥俩 哥俩 那么公子鸠和公子小白啊 他们的哥哥 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国君 叫齐相公 很有名齐相公 齐相公靠什么 有名各位啊 靠荒银 著名的荒银之君 荒银到什么程度各位 和自己的亲妹妹乱伦通奸 亲妹妹 后来最后没有嫁到鲁国去了 嫁给了鲁皇 是什么鲁国的第一夫人 你看 不错了吧 应该说是 鲁国第一夫人 鲁国国家夫人 但是这个齐相公啊 还啊不死心 还找机会要和妹妹乱来 有一次鲁皇宫带着自己的夫人 也就是齐相公的妹妹 到齐国来访问 那齐相公啊 还找机会 和自己妹妹乱来 结果呢 被鲁皇宫发现了 那鲁皇宫非常生气啊 啊 我的夫人啊 我带着他到你这来外交访问 他还是你亲妹妹啊 你居然让我戴绿帽了 非常生气 哎 这个齐 这个鲁 齐相公什么反应 各位 他一看鲁皇宫大梦啊 他就怕这个鲁皇宫回国 和自己妹妹过不去啊 居然 找了个杀手 把鲁皇宫给杀了 这齐国 你看 酿成重大外交纠纷 你看 就这么荒唐 就这么荒唐 哎 丑事败怒了 杀人灭口 杀人还是到这外交访问的 一个鲁国的 员手啊 是吧 诸侯 你看 就这么荒唐 他这么荒唐 哎 但齐国很强大 鲁国是弱小也没办法 是吧 这个荒淫的国人呢 后来 他想让自己宠卖的妃子 生的孩子做国军 啊 那就迫害公子 游和公子小白 为什么各位啊 春秋战国不像后来 秦统一中国之后啊 这个皇帝的位置 通常是父子子继 大家知道是吧 好 谢谢 我看看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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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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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叫说 这是故事还是历史 我回答这位网友 这是故事也是历史 说是历史呢 因为史书上正经记载 你看看史记啊 一本正经的记载啊 你说是故事呢 这个史记里边 把这个当故事讲一言 史记里边很多是故事 这故事呢 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细节有没有问题 咱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现在我这呢 我可以做一个解答的 它是历史 也是故事 故事里边有教训 历史的往往 有很多故事串承的 是这样 对不对啊 这位网友是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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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接着讲 接着讲 那么你看 从中这个时代 兄中弟弟 这国君 什么意思呢 齐先公如果 他去世了 那么公子军和公子小白 都有资格继承国君这个位置 但是呢 齐先公 想让自己 这个亲爱的妃子 宠爱的妃子 生的孩子做国君 那就迫害这两位 迫害公子就 红子小白 这两位呢 就正着避难嘛 逃难 公子就逃到鲁国 公子小白逃到举国 那举国 很小离国了 上面一个草子 下面一个驴子 今天山中有个菊蟹 就在那 两位逃难 你们两位逃难啊 这个过程中 各位说起来 齐国发生内乱 齐国发生内乱 齐先公被杀害了 齐先公被杀害了 那是齐国国君的位置空出来了 是不是 这哥俩 公子揪公小的 都连忙往回跑 为什么呢 他俩都有资格继承国君 这哥俩有难兄难弟啊 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对手 为什么呢 谁先跑去谁当国君嘛 你当国君我就当不了啊 我当你就当不了啊 两个人一下变成仇敌了 那么公子揪在往回讨的过程中啊 他就派自己的师父 管仲 刚才我讲啊 管仲两个师父吗 一个管仲一个师父 不 这个公子揪两个师父 一个管仲 一个少姑 派管仲带人去拦 拦截公子小白 不能让他回去 管仲带兵拦住了 公子小白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 管仲一箭射过去 射到公子小白的腰上 幸亏公子小白这个皮带啊 他腰带上有个衣带钩 这个衣带钩把那剑挡住了 公子小白没有受伤 但公子小白非常聪明 他躺着装自己受伤了 还受到重伤了 嘴里流出血了 把舌头咬破 折家出血了 折家出血了 装着被射死了 管仲一看 哎呀 这公子小白 嘴里流出血了 那脏受伤了 肯定要完了 要死掉了 就回去了 向公子就汇报 你不用着急了 你的政敌啊 公子小白被我除掉了 你安安心心 回国做你的国君吧 这公子就信以为真吧 一般游山满水 一般回鲁国 回齐国 是吧 这齐鲁之间 大家知道 都在今天山东了 两个邻居嘛 是吧 鲁国在今天山东的中部 齐国在今天山东的东部 不暖的 那游山满水呀 七天七夜 一周了 才回到这个齐国 到了齐鲁边境 发现了 人家公子小白呀 早就等了急了 为什么呢 他装死嘛 管中一走 他立刻往回跑嘛 兴夜兼程啊 杰柱先登 做了国君 做了国君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魂骨 好 谢谢 我看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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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谢谢 有网友说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 就一定比国人优秀吗 那当然不一定 不一定 这网友讲的有一定道理 我们接着讲 接着讲 那么呢 那么 公子小白登了机 大家想一想 头建设做什么 成了齐鲁公了 齐鲁公头建设做什么 大家想一想 当然是消除政敌嘛 对不对 他最大的政敌是谁啊 他最大的隐患 最大的政敌就是 还在鲁国的公子丘啊 因为公子丘有资格做国君的 对吧 于是发明攻打鲁国 那么鲁国迫于齐国的压力 就杀害了公子丘 那么公子丘被杀害了 他的一位师父 说两位师父 少胡和管仲 少胡就自杀了 为主子殉乱 就古人讲的义啊 叫义仆 另外一位师父管仲呢 他就不自杀 他很惜命 被抓起来了 被投到了齐国的监狱里 那这边呢 齐鲁公干嘛呢 好了 公子丘被除掉了 他登基做国君呢 要选择得力的政治助手啊 他选择谁的各位 他要选择自己的老师 报书牙 他的老师名叫报书牙 来做宰相 扶祖他治国 但是报书牙坚决不同意 为什么各位啊 为什么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报书牙是没有官啊 不想当官吗 不是的各位 报书牙 你看他的理由 他对齐鲁公这样讲 他说啊 我要不能做这个宰相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你的志向 如果你仅仅是想老老实实 做个齐国国君 没问题 我扶走你 扫扫有余 我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知道你的志向 可不止做齐国的诸侯啊 你想号令天下呀 你要做齐天下的霸主啊 你想在天下称霸 我就没这本事了 所以我不能辜负你 怎么办 我向你推荐一个人 如果你用他 这个人肯定能助你承罢 齐鲁公就问了说 你推荐谁啊 推荐谁啊 报书牙向他推荐 管仲 管仲现在在齐国的监狱里 是吧 这齐鲁公一听很生气 怎么推荐他呢 我这要杀他呢 他还会有一箭之手 他都差点把我射死他 我怎么能用他呢 这不是要怎么讲 不是要说 你杀的很简单 是吧 举手之刀 托出 非常非常简单的事 一如反掌对吧 在你监狱里嘛 但是你要想 称霸天下 你必须用他 这齐鲁公啊 说起来啊 他在登基的时候 还是为民军 民军 能听得进的这种啊 确实对国家有利的建议 他那个 说起来齐鲁公啊 他晚年很昏庸 很昏庸啊 用奸臣嘛 就有名的义牙嘛 义牙是个大奸臣 是吧 嗯 结果被这个奸臣误国 后来被活活饿死 活活饿死 谁能爬出区里的没人管 但齐鲁公呢 他登基的时候很英明 他接受了报处员的建议 启用观众 启用观众叫呈现啊 那么呢 等于放弃死仇了 那这个有个问题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相信观众啊 怎么这么了解观众呢 知道他有能力来辅佐 齐鲁公称帕呢 为什么各位 说起来这里面有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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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很多网友知识很丰富了 很丰富了 好了 谢谢 接着讲 接着讲 好好 谢谢 感人的故事 说起来啊 这里面有四件小事 我给大家讲一下 四件小事 报处员管众找人是好朋友 四件小事可以看出 报处员他的胸襟和智慧 胸襟和慧眼呢 你见识管众的不平常 这第一件小事 这报处员管众啊 年轻的时候成为合伙做买卖 做生意啊 做生意赚了钱 就管众主要多拿点 换了一般人肯定不开心不高兴吧 是吧 咱俩也有50%的股份 你怎么总要多拿点呢 又不是我给你的 但是报处员没有任何想法 没有任何意见 他反而替管众解释 管众多拿是对的 为什么呢 他家里穷啊 没有家底啊 老母亲啊 岁数很大要扶养 他花费更大 多拿是对的 你瞧 报处员 第二件小事 各位 这个管众啊 他当过几次兵 但是上阵就当逃兵 打起来就往回跑啊 一般人都耻笑他们 你去当兵 怎么能这样啊 这么胆气啊 这么不称职啊 但是呢 报处员不这样说 报处员还替他解释 说他往回跑是对的 为什么 那些战争都是不义战争 没有必要给他做炮火会 他打死了 谁在抚养老母亲呢 你瞧 还替他解释 那么第三件小事啊 就管众啊 曾经当过几次小官 原来啊 但每次都是时间不长 就被撤了职 大家要吃下管众吗 还是没本事吗 你看 每次时间这么短 就被撤了 但是报处员 还是理解的 说不是他没本事 不是他没本事 而是用他的人不食材呀 不食材 第四件小事 一共四件小事 咱们简单的介绍啊 第四件小事呢 管众也曾经为报处员做了点事 接受报处员的委托 但每次的事都没做成 每次都没做成啊 这一般人也会很懊恼啊 是吧 但是报处员非但不懊恼 还替他解释 不是他没本事啊 不是他没有本事做事 而是呢 做事的时机不成熟 这报处员就如此的理解 观众各位啊 好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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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有网友非常有趣 非常幽默 让我聊聊刀狼 扯到刀狼去了 刀狼咱们以后可以聊啊 刀狼很有意思啊 我还专门谈着他的 用什么 一些网上的一些平台啊 我很喜欢刀狼的 各位 刀狼不是咱们的主题 今天我们不多谈的 我们会会还谈观众 咱们还是先聊聊观众 那么报处员 你看 如此凶惊啊 管众非常感动啊 管众讲了一句话说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报处员 过去有个成语 大家知道吧 叫管报之交 管报之交啊 这管报之交什么意思 各位啊 什么叫管报之交呢 管就是管众报就是报处员 管报之交什么意思 各位啊 就把彼此十分信任十分了解的朋友 毫无芥蒂的朋友 叫管报之交 好像今天我们大概听不到这个成语了吧 大家 你们知道这个成语吗 管报之交啊 各位啊 知道这个成语吗 我们一般不知道了 是吧 我做个小测试吧 各位 管报之交这个成语 知道的 给我回答个一 不知道的给我回答个二 我看有多少同学知道 多少网友知道 管报之交 好 谢谢 谢谢 网友知道 谢谢 谢谢 还有很多人真知道 真不错 也有不知道的是吧 总之啊 还有很多人 多少个二 不知道 总之啊 这个成语很生疏了 各位 一般啊 年轻人大概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朋友 今天这样的朋友很少了 很多朋友都是酒路朋友嘛 对不对啊 脸上一盆火 脚底下十八个朋友也有啊 这哪里是朋友 这样的朋友非常少了 或者没有了 这个成语就死掉了 很令人感慨 说起来 令人感慨 哎 那么说的管众各位 管众啊 那确实如报书牙 啊 所说的那样 才能确实了不顿 这个管众啊 政治经济军事 各位 全方位的才能 全方位才能 哎 他留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有名 叫管子 大家都知道吧 哎 但管子本书起来 不是他写的 啊 很多人后 很多人后人 删进去的 那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管子 所以在这本书 是中国第一部管理学 各位 第一部管理学 中国古代管理学的第一部 就是管子 这个顺便很多方成为格言了 各位 成为格言了 我给大家讲一个 具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 昌岭时而知礼节 一失足而知荣 什么意思各位啊 这啥意思啊 昌岭呢 昌岭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吧 过去装粮食的 原型的叫昌 方形的叫礼 就昌岭 昌岭时 就粮食都这么满了 我家里粮食都这么满了 我有吃有喝的 风衣足食了 是吧 我才讲礼讲节啊 是不是啊 我孩子哭 老婆叫呢 我是吧 我是三餐成问题 生存间成问题 往往啊 什么政权干什么 甚至坐监放科了 讲什么礼 讲什么节 你看 一失足而知荣辱 你看 风衣足食了吗 我就更加格外注意 光欧和耻辱了 人呢 总是有个经济基础 是吧 然后才能谈 谈境界啊 谈追求啊 是吧 真有一种道理 孟子讲嘛 有横产则有横性 老百姓啊 有点固定产业了 是吧 满足生存的保障了 哎 他这个心存的安定下来 你看 管子之格言 昌礼师而知礼节 一时足而知 古代治国 那非常非常重要的提法 我们非常熟知的一句话 大家知道吧 叫世门工商 大家知道吧 世门工商 大家一定熟悉 对吧 这个世门工商 各位是管中首先提出来的 那知识产权属于管中啊 各位 属于管中 好 谢谢 看看留言 谢谢 谢谢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什么 我没太明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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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白映天为了讲世纪 哦 好好 谢谢 谢谢 有网友说 天级 时级 一级 什么意思啊 我是讲过这个 没问题 这个网友如果对我讲的东西 如果是有不同意见 咱们讨论 没有问题啊 讲世纪 也讲天级 这个也不矛盾 是吧 也不矛盾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观众啊 咱们集中来讨论观众 那顺度工商 观众提出来 他不负报复牙的信任 辅佐齐桓公 使齐桓公很快成为 村丘五霸之首啊 各位 村丘五霸之首啊 没有他的辅佐 齐桓公不可能成为五霸之首 政治经济 军事才能也了不得 大家说有个成语 叫老马食徒 大家知道这个成语是吧 老马食徒这个成语 就来自于观众的智慧 典故出自于观众 什么意思啊 有一次齐桓公 带兵讨伐山戎 管众陪着去 山戎在哪 在今天北京的北边 少数民族啊 讨伐山戎 大军在山戎的地界迷路了 这齐桓公慌了 第一年地界迷路 这还了得了 管众不要慌 不要慌 咱们很快就能走回去 军中选几匹老马 老马带着我们走 老马往哪走 我们往哪走 你看 老马食徒 很顺利就回到自己的营地 你看 这就滚中 财华出众啊 但各位啊 他尽管财华出众 缺点毛病也很严重 治国了不得 把齐国制止成啊 当时天下最富足的国家 这说起来各位啊 齐国直到镇国 说起来各位 在战国的时期啊 齐土严寒 赵魏勤的 大家知道 是齐雄了 那就是最主要的七个国家 战国了 到了战国 这个管众是春秋人 各位 比孔子还大 比孔子还大一百多岁呢 各位说起来 很早了 春秋早期 但是呢 各位 齐国在他的治理下打下的底啊 到了战国 齐国还是 在战国齐雄中 人口最多的国家 最富足 最富足的国家 当时在战国是 楚国地盘最大 啊 楚国呢 是北边 北边到河南中部 南边到南广 西边到四川 东边到大海 楚国地界最大 但是呢 讲人口多 经济富足 齐国第一 这是管众打起来的 管众辅佐齐皇宫 打了点 这是了不得 治国之财 但是刚才我讲了 毛也很严重 什么毛病高 好 谢谢 看看 留言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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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网友我特别感动 十年前我就喜欢你 那咱们真有缘分 以后我们多联系 咱们网上多讨论 谢谢 有网友说 有机会讲讲吴子虚 好 谢谢你 我一定讲 吴子虚很重要的 吴子虚也是 当年这个这个 春秋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件 哎 我有 这顺便我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 我呀 呃 有一个系列的讲座呢 就是 评说战国册 这个我就借着战国册这本书啊 把整个战国历史讲一遍 哎 战国历史 公元前403年 那是资质图厌的讲法了 公元前403年 韩赵卫三分进 对吧 其实还可以更早 哎 公元前475年就可以开始讲 讲到啊 秦皇统一 啊 统一天下 六王必四海一 对吧 战国其中六王强万大了 啊 秦皇统一天下 呈得秦首王 我讲战国 战国之前春秋 我还讲讲春秋 所以这些网友建议 我讲的王子吴子虚 非常重要 我讲春秋 肯定要重点讲到吴子虚 咱们现在啊 咱们还去讲管仲 讲管仲 这管仲毛病很严重啊 什么什么毛病 各位 首先很贪财 贪财啊 国军啊 秦皇给了超规格的高薪啊 他用的贡献很大 是吧 他从来一点不做慈善 哈哈 啊 一点不做慈善 全留了自己享受 哈哈 当然这也为何厚非啊 他自己的财富嘛 是吧 但是呢 一般的做都慈善了 是吧 观众不见 特别违反理 哎 这最严重的问题 哎 你自己有钱 自己享受 这不是毛病 对吧 最多有点遗憾 是吧 哎 没有那种高尚的境界 但是违反理啊 各位 这个违反理 当时可了不得的 哎 儒家呀 最憎恨的违反理 这孔子 最憎恨这个 哎 这管众什么 什么级别 各位说起来啊 哎 他总是越级享受待遇啊 这很麻烦 是儒家最反的这个 越级享受待遇 就是违反理的 按照理的规定啊 你不同级别 不同待遇 管众的级别是个大夫 这个大夫啊 大夫国人不小了 确实 但是呢 他总利用职权呢 享受诸侯的待遇 嗯 诸侯比诸侯是那个国家的 首脑国军啊 你大夫是一个部门的领导 罢了 是不是 一个大夫 他是一个大夫 但总按照诸侯的规格 给自己盖房子 盖豪宅啊 嗯 这种作法 引起啊 儒家非常愤怒 后来的儒家非常愤怒 这孔子谈到这个 管众这个行为啊 非常愤怒 为什么 因为在儒家看来啊 这理不仅是个代理问题 理背后是个政治秩序问题啊 说起来 好 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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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就专门有讲讲战国 咱们找个机会 让我看一下啊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啊 好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好 很多网友感兴趣 那我们找机会一定讲 一定讲 咱们把这个题目 咱们先存在心里 存当 存当 我和我们这些伙伴 我和我们这些伙伴 我这合作者呢 我们一会儿商量 啊 怎么给大家 我们讲一讲 农乐重裁的讲讲战国 讲讲战国 我们还会说讲管众 孔子严厉的批评管众曾经啊 因为管众不收礼啊 他怎么说 他说管众之礼 孰部之礼 管众懂得礼 谁不知道礼啊 曾经严厉批评 这个大家记住 这个严厉批评 和他后来对管众的表扬啊 形成个巨大的反差 就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这管众说起来 各位 他发展齐国经济啊 他不遗余力啊 不遗余力啊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管众发展齐国经济啊 可以齐国打下雄厚加点 到战国都是最复杂 这齐国 他怎么发展齐国经济 说起来各位啊 一方面不遗余力 一方面也不择手段 大家知道这个齐国在哪 春秋战国值的齐国在哪啊 很多网友一定知道是吧 在山东的中东部 靠海啊 靠海 今天山东有一个 资博 大家知道 资博里有个林资镇 这个林资镇 这个林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 林资当年可了不得 各位说起来啊 战国三大首都 一个是林资 齐国的首都林资 赵国的首都邯郸 还有魏国的首都大梁 了不得了 但是世界级大城市啊 咱们经常讲什么百花 百家七名 各位就发生在林资 林资有个基一下学宫 像我们今天的科学院 社会科学院一样 诸子百家都到这讨论 争论 哎呀那是一时之选 那中国历史上 传为千古美坛 各位 当然这个和管众没有直接关键 但是管众创造的国力啊 他创造的国力 就为百家 争论 提供了经济技术 所以我说刚才说 这个说这个齐国在山东的中东部 是吧 今天青岛一带都是 青岛一带都是齐国的地方 靠海嘛 他产与产严的各位说 产与产严 管众啊就想全力发展齐国的商贸业 管众自己商人出身呢 刚才我讲大家还记得吧 是吧 好谢谢 我看看留言 谢谢 有人说辽成和何哲也是齐国的 没错 中东部啊 很多地方都是齐国的 哎 你看有网友确实 知识很丰富 就击下学宫 击下学宫大讲堂 没错 没错 搞我垄断产业 这是有道理 当时就是垄断 特别是演艺 他带都笼着了 延铁论嘛 是吧 最重要的资源要抓在国家手里 是吧 哎 你看 管众 他商人出身吗 我讲了是吧 产与产严 发展齐国的商贸业 对吧 怎么样发展呢 哎 你看那管众的主意啊 为了吸引外国商人呢 其他诸侯国的商人 到齐国做买卖 管众想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以国家的名义组织了七八百位美女呀 来招待外商人家 这诱惑很大呀 很多外商都来了 是不是 外商来的带来外资 吸引了很多资金 那叫发展的齐国的经济 这齐国经济是发展了 靠这个刺激了 但招确实不太光彩 对不对 大家相信 今天看来都不合法 对不对 说起来很有意思啊 我们知道中国有个传统 什么传统啊 古代是吧 各行业都进自己这个行业的主事业 都有自己这个行业的主事业 或者叫保护神 是吧 大家知道是吧 中国古代是吧 西方也有的 西方古希腊 你看他有什么 赵神甚至 咱们有赵墨爷 他有赵神的 有海神 是吧 有猎神 商业之神 有油菜之神 都有的各位 中国古代也如此 各行各也都有保护神 你看我们中国 这木匠 木匠敬谁 大家知道吧 木匠敬鲁班吗 酒店呢 现在酒店还敬财神 对吧 但是过去 说起来很有意思各位 就过去旧时啊 他那个妓院啊 敬谁各位 妓院也敬一个保护神 敬谁啊 敬管忠 这为什么敬管忠啊 说起来很滑 这妓院里就是摆个牌外 上面写着管忠的名字 把管忠当主持爷 这管忠怎么成了妓院的主持爷呢 各位 各位 因为管忠以政府的名义啊 他组织美女招待外伤 这不是别的 就是官办的妓院 你看 这今天看起来也不合法 对不对啊 你看 一方面 才华出重 政绩突出 但是缺点毛病也很突出 这就是管忠 这就是管忠 各位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管忠啊 各位啊 怎样评价他 你看 说起来很有意思 发生严重分歧 好 谢谢 我看看留言 有网友 很尖锐 很尖锐啊 我觉得也有一个道理 老师应该整个大评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只是看大家这个留言 这留言的字小了一点吧 我这个眼就有点花 老年人嘛 是吧 这近视了 不在眼睛看不清 有位网友也很有意思 他说儒家思想在资质重建开篇 就要体现出弊端了 儒生那套要是能建国 山东满大街都是皇帝 讲得很尖锐 但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说起儒家能建国呀 你要说什么国了 自然经济条件下 你看我们就说改朝换代 哪个朝代都得把儒家 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 他对那个自然经济下 这个政治啊 体制它确实还是真有作用 说起来 汉代开始嘛 罢处百家 独尊如宠 是不是 唐朝 大家知道 我说的儒是道 三家 道家排第一 道教排第一 儒家排第二 是不是 佛家排第三 佛家尽管获得最辉煌的发展 但如果儒家进过排第二 其实啊 很多皇帝治国 特别唐太宗 唐太宗 这个主要是靠儒家 那现代国家 当然那很多国人 也不适合现代国家需要了 是不是 另外一回事 你建什么国 国人也是吗 五五回味道还讲这个文章 管中怎么评价 说起来 各位你看 优点非常突出 缺点也非常突出 公国怎么评价 你看孔子和学龙 就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严重震动 说起来 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公案 说起来 前面说 大家还记得 管中的主人 公主舅 他原来是公主舅的师父 政治斗争中失败 被齐皇宫给杀害了 这孔子和学生 为什么围绕着管中发生分歧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管中非但没有 按照义的要求 为主子殉难 按照义的要求 为主子殉难 像少姑就殉难了 公子就另外一个师父 非但没有殉难 他反而还为杀害 自己的主子仇人服务 对吧 那齐皇宫是杀害 他主子的仇人 没有为主子报仇 反而为杀害 主子仇人服务 做了齐皇宫的成相 宰相 这个古代 说起来 按照古代 某种道德要求 那是不义 孔子学生子录啊 子宫啊 谈起管中 非常不屑 不仁的 是他不仁 子录就质疑嘛 子录是孔子学生 非常耿直的 但有点莽撞 也是吧 他就质疑 皇宫杀公子就 他就拿出这件事了 齐皇宫杀害公子就 弄救一位老师少公 死难了 自杀了 管中不死 能说他人吗 能说他是那个符合道德吗 你看 这子录看 子宫说的更厉害 更厉害 更进一步的 刚才说的 管中非在没有这个 为主的殉难 还为杀害主的仇人服务 给这个他这个仇人啊 当丞相 你看这个 子怒子宫啊 对管中坎非常糟糕 但是各位说一下 你孔子老贤 孔子是老道德贤 并且孔子成就严厉批评管中啊 我前面讲过 大家还记得是吧 管中之理 孰不知理啊 他针对管中啊 越级享受待遇 是吧 违反理 批评过 但是你 当谈到 管中 各位 对政治家合不合合的说 你看管中怎么看 你看这个孔子怎么看 和学生看法完全相反 明确认为 管中符合人的要求 符合儒家 政治道德要求 为什么呢 各位理由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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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谈到商鞅了 商鞅一会儿我们要谈他 商鞅也是非常有矛盾的一位改革家 各位 一会儿咱们谈商鞅 商鞅 孔子对管中怎么评价 怎么评价 这位网友 我现在就讲 怎么评价 你看他怎么评价 明确的肯定管中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根据是什么 就是因为 管中的政绩 使齐国的老百姓 得到了安宁和幸福 孔子肯定管中的话 大家翻论语 最著名有两段 哪两段 一段是 为大家念一下 管中向皇宫 霸诸侯 一旷天下 民道于今授其字 啥意思各位 我们就今天的话解释一下 管中辅佐齐皇宫 称霸诸侯 统一克旷政天下 老百姓直到今天 还享受着管中的政策 带来的实惠 如果没有管中 我们这些人 其实都变成野蛮人了 为什么呢 被野蛮人给侵犯了 给侵略了 你看 不应该 居民院的下 皮肤 皮肤 那种浅薄的 迂腐的 这个是诚信 没有管中 我们都自杀在水沟里了 谁知道你了 是不是 各位啊 大家想一想 我刚才讲了 管中的公子大了 一百多岁啊 孔子说这话的时候 管中死了一百多年了 大家不妨想一想 一个官员 一个政治家 他死了一百多年 他的政绩 还被老百姓带来实惠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官员合不合格 当然合格 是不是 是不是各位 还有一段话 孔子屯家管中 怎么说 欢公酒和诸和 不以兵车 管中之力 如其人 如其人 什么意思各位 酒和诸和 什么意思 多次召集诸和 我给大家 我要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酒啊 咱们看古代文献呢 经常出现三和九 这类字 大家不要机械的 理解为三和九 三表示很多 九表示非常多 它是个 古代讲 咱们中国汉语 借贷修辞法 用定数代替 不定数 无日三省无山 不是说 每天三次反省 自己像一日三餐一样 不是的 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需要反省 那就反省了 九和诸侯 其实啊 查查历史文献呢 这皇公区 十一次召集诸侯 十一次 意思就是说呀 这齐宽公多次召集诸侯 诸侯都得听话 都得来 成罢了吗 靠的不是啊 军事威胁 不以兵车 靠的不是武力威胁 靠的什么 靠的是管仲的职 你瞧 没打仗吗 没有生灵涂炭吗 没有战争灾难吗 就实现了天下这种啊 统一号令啊 空都非常感慨 这了不得呀 什么叫人 这就是人呐 这就是人呐 大家想一想 谢谢 谢谢 上阳被儒家黑了 不懂的去搜勤俭 一会儿我们又讲到上阳 讲到上阳 谢谢 咱们现在先把观众啊 咱们集中讨论一下 很有意思 大家看 孔子大家知道了 他的人的标准非常严格的 他不轻易的 肯定哪个人达到人的 大家知道吧 对自己的学生 都这么严厉 你问他那个学生 孔子以后最得意的学生是谁 大家知道吧 一定知道 就延回 延回的道德竞技最高 但是孔子谈到 自己这个最得意的学生 延回的时候 评价他怎么说 说其心三悦不为人 延回做的是不错了 但他呀 也不过在一段时间之内 能够遵循人的 这个基本精神 你看 其他人呢 他说 那么回事了 其余在日月之宜 其余日月之宜 啥意思 其余的人呢 能接受人的原则 坚持一天就不错了 这么严格 人的标准 但是你看 他那么由衷的 称赞管宗为人 那管宗还有严重问题 咱们说起来 是吧 那么多缺点呢 孔子也成为严厉的批评管宗 你看这么称赞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啊 孔子 他有一个道德 有一个这个政治标准 评价官员的标准 为大众造福 是最高的政治道德 为大众造福 是最高的政治道德 所以他讲父之教之 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然后再去教育人家 你别先唱什么高调 是不是 这种政治道德 甚至超越了人的标准 你看各位啊 有学生问 这老师吗 说博士一名而能记住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 广泛地给人民一个好处 帮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怎么样呢 这可以说是人吗 这孔子怎么回答 大家看 哎呦 这哪里是人了 这比人要高明多了 这是圣啊 饶顺都做不到啊 饶顺都做不到 你看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两点 一个管仲的本事 是吧 各位 管仲作为政家 给大众造福 获得孔子的高度评价 一看着孔子 他评价一个人的标准 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 那么大家 我想问问大家 各位啊 你们觉得管仲是个什么样的官员 谢谢 看看留言 谢谢 有人说 儒家尽头是法家 这个说法呢 稍微有点简单化 有点简单化 各位啊 应该说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比较合适 就是儒道互补 中国的思想说起来 秦代大家知道 秦代统一天下 了不得呀 战国战乱 分争几百年 公元前 咱们说 最晚也是公元前 403年开始吧 就韩赵卫三分禁 禁国大国 春秋大国禁国 被韩赵卫三家分了 成了三国 是吧 韩赵卫 齐楚燕韩 七个大国 齐楚燕 齐楚燕秦 齐楚燕韩 赵卫秦 对吧 七个大国打了几百年 那生灵涂炭 各位啊 死了七八百万人 后来秦代统计 好不容易统计了 十五年完蛋 两代 传两代 这秦始皇 想一代代传下去 万万事 各位 他秦二世就完蛋 为什么 尊任法家 太暴力 以后我讲到 太暴力 后来汉代汲取教训 汉武帝 是霸出百家 独书无数 其实呢 也不是独书 政治制度体制 很多是法家 原如物法 如家那一套 人意道德 引入 政经体制 政治经济体制 和法家互相补充 就原如物法 如国法家 如法互补 这是中国两千年历史 基本的政治生态 这两天 有人说叫超稳定 什么超稳定呢 意识形态 正经体制 就靠这两家 所以你说 儒家镜头是法家 这个说法呀 值得商量 不准确 如法互补 如法互用 互用 这个比较准确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 好 谢谢 谢谢 有人讲了 说如法互 没错 有人说西方无耻 你却说做得好 这个题目很滑稽 怎么叫西方无耻呢 咱们说某些西方人 某些西方人 某些国家 某些行为 是无耻的 这没错 怎么能整个说西方无耻呢 那么多国家 那么多和中国友好的 中国做买卖呀 中国往来呀 支持中国 改革开放呀 很多呢 大家知道是吧 这个说法我不太赞成啊 这个网友不赞成 是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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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外如内法 外如内法 这个说法呢 应该说是 有一定道理 但是也不绝对 也不绝对 你看你怎么样理解如 怎么样理解外 怎么样理解内 就说起来 这位网友 是吧 你想这个 历代这个专制王朝啊 他的意识形态 建国精神 刚记等等 这都是其实是儒家的 所以说 有一大学者叫陈寅确 大家知道是吧 陈寅确其实啊 他就要和一般人看法不一样 一般人认为说 这历代都行秦政法嘛 秦政法是法家那一套 是吧 是 这法治啊 就2000年的专制帝国的法治 很多人汲取了法家的东西 没错 从商鞅开始 我讲方商鞅讲这个问题 但是2000年政兴体制 影响最深的 就按照陈寅确的讲法 既深且聚 又深啊 又聚 影响最大的 还是儒家 这个讲法好像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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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